我們有個口號,希望大家都聽過 彩兆用冰 中風年紀大,不關我事 其實不是的,很多時候的禍根 就是年輕時的飲食習慣不好 所以中風最後是預防勝於治療 為何幫助中了風的病人去康復 歡迎大家收看肥虎醫療 這個老仲鋒是第四號殺手 每年香港有三千多人,因為老仲鋒是去世的 今日我的嘉賓就是 香港他認得第二名 就沒有人敢認得第一名 老科專家,鼎鼎大名的方道生醫生 Dawson,你好 多謝主席,叫關你主席 肥虎醫療 Dawson,老仲鋒大家都很擔心 尤其是我們上年紀的人 年輕人的時候沒有那麼擔心 其實甚麼會引致腦中風 腦中風就是腦血管的病 你想像腦非常需要氧氣 氧氣和血一定要充分 一些資料告訴你 雖然我們腦的人可能是5%的重量 但他吸收了20%的養份 例如我100磅 5磅的腦 通常是1.5公斤 一般人50公斤的話 即是3%的血 吸收了20%的血 為甚麼會令到… 因為他很重要 譬如我現在明白你的問題 答你的問題都在這裏 你要問又在這裏 所以變成腦就是我們人 基本上一切的活動 所以很自然地 我們作為一個生物 都很注重腦 所以有很多血液上去 問題是 它裏面的血液供應 亦都是分為區域 如果有一條血管 它負責那個區域 而它自己是塞了 那個區域便有問題 你說區域是否記憶、顏色 不是,血液 我們有四條大血管 兩條我們摸到 兩條在後頸摸不到 裡面再分開三個區域 前、中、後 還有小腦 這幾個是最重要的 再分下去 變成它們 其實到最後 不是說任何血管塞了 都有補充 所以變成去到某一個位置 當你血管真的 唯獨是一條 你塞了 就影響大 塞的血管越大 影響的範圍 很明顯 就越重要 那有沒有前、中、後 加上小腦 有沒有哪個區域 控制身體每一部分 控制哪個行動 有的 分區域 分區域之餘 亦都是視乎功能的多寡問題 譬如你想像 你猜 我考考一下你 我不懂 你起床 一天到睡覺 最多活動是哪一部分的身體 最多活動是哪一部分的身體 雙腳都經常走 口一說話 沒錯 這件事 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的表情 我們說 眨眼珠而撤女 這些全部都是面部 那麼多東西之中 吃東西的舌頭最重要 於是在腦裏 腦裏負責你的活動的範圍是最大的 是 面是其次 然後到手 是 腳你說的問題 是重要 我們活動 但是腳的活動其實相對簡單 我們手會這樣動 鋼琴 腳始終是承托我們自己的力量 走幾步路 最厲害是你跳舞 但是比起手都不能夠比 這個腦哪個部分照顧口呢 就是在旁邊前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如果這兩個位置的血管塞了就麻煩了 所以我正常說 因為活動多 很自然 負責你的腦的範圍就是最大 它和手 舌有多大 手都這麼大 但是它的範圍是大於手的範圍 就是腦的區域 更加大於腳 越範圍越大 你想像血液供應出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有個口號 希望大家都聽過 譚少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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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 alde 譚少傭兵 譚少傭兵 重要的人在周邊,你會發覺,為何那天說話,我又不太明白 如果作為一個病者,發覺自己說話,我想說話,說不到,我想的字,想不到 說出來都不清楚,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的話,這就是譚出了問題 譚笑的譚,笑的就是一般,都平整整,嘴角向上 但發覺有一天已經歪了,不是這樣,面歪了,視會上來歪了,這又要醒覺 用,我們叫手腳,為何字歪來歪清,筷子拿不到,東西跌的,沒有力的 或者感覺奇怪,這都是牽涉到手,用不到東西,就要找救兵 譚笑用兵的原因,我寫字有沒有人看得到 無論你的簽名,點龍飛鳳舞也好,你都知道自己應該是怎樣武法 你越是龍飛鳳舞,越是沒有不了,又會出問題 譚笑用,你發覺,真的出了問題 哎呀,說話略略來,我想說,A,說多少都不出了,說了B,或者請很久才能說到 會出了這些問題呢? 這個一定要排除中風的問題,用兵的時候,請救兵是什麼意思呢? 香港的醫療制度非常好,就打999,就是最穩定的 又或者你在某間大醫院隔離住的,他也知道是有急症服務的 你都要去問一問,我不敢說,這樣情形之後就百分之一百,有時候都不是的 但是,你查了,更好過,不查,不理他 很有趣,我們的病人見過很多,尤其上了長者,或者剛剛昨天喝過一杯酒 喝過一輪酒,覺得昨晚睡得不好而已,沒事的,等一會兒 為什麼我們這麼心急呢?因為如果真的中風的話 現在醫療的科技已經可以做到的階段,如果搶救及時可以還原的情況 這就是所謂我們說的黃金期,多少個小時? 傳統上,就說三個小時,但研究下來,現在有些比較特別的素描 將病人評估過後,其實有些適當的病人去到四個半小時,其實治療上都是安全 譬如有一個人,譚笑容時但出了問題,從那一分鐘開始,他去到醫院 第一件事要做些什麼?做了一個宣傳? 為什麼這麼心急呢?有時候說,你三個多小時,這麼急什麼? 我先喝一杯茶,或者我先看新聞才去 那就千萬不要了,有時候我們很奇怪,旁邊的人還緊張病者 抓他去,因為這個時間我們是要用來評估的 評估的病人,究竟是否真的中風 第一,同時中風,哪一類的中風 分類之後,我們都很重要,決定治療的走向是怎樣 而這個要時間 掃描現在你說全面評估,可能要做上兩庭,甚至三種掃描 這個要時間 而你知道香港的醫療服務非常好,救護車非常好 所以我們都會承諾十幾分鐘之後,去到醫院 但問題進去裡面還有一條龍 評估過後,你可能都會排得很快 因為這些說疑似中風,都很快 但都需要時間 如果來得,原來遲了,早半個鐘頭多好 那就大家後悔了 第一,是不是中風? 那怎樣評估是不是中風? 這是憑醫生的經驗 聽完病歷,出現的問題,檢查過 醫生看到病歷是否吻合呢? 是否已經有改變呢?還是好了呢? 我以上講過的症狀,大家可能聽過 不是的,誰說有一天嘴歪了,幾個小時就好了 若同一個症狀,但在短期內 通常一般幾個小時,或者多24小時之內 就完全復原的那些,那些叫小中風 有時候有些人,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什麼 他又不閒緊,果不然就很自豪告訴別人 以前試過了,三個小時沒有回來 其實這個是小中風,這個是幸運的 你想像,血管可能被東西塞了 一些是沉積物,又或者我們學名叫足樣變化 在血管裡面,有些好像批凸出來,來到這裡 剛剛好,塞著,這條血管就出問題了 但問題是塞了一下,這些就鬆了,散了,碎了,就下去下游 這條血管就復原了,這條血管就復原了 直接去一個位置,那些破壞是很輕微的 甚至是不覺得,他就覺得自己完全復原了 但這個是試過一次,而這樣是幸運 某些程度上,提醒大家,你今次小中風 下次未必這麼幸運,所以治療了 中風有很多種,譬如你進去做了檢查 你發覺這裡有些東西塞了,那你可以做些什麼 廣東話很傳神的,爆血管 通常這些爆血管就是流血出來,這屬於出血性中風 在統計上,其實一般真的出血性中風大概是四分之一 即是血管真的爆了? 真的血管爆了,有很多病變 比較多普遍的就是所謂缺血性中風 等下我講,血管的內壁出現病變 雖然病變變了血液不流通,某個階段塞了 這就是缺血性中風 我講三小時黃金時間,甚至無可還原的 就是若果我們能夠在適當的時候選擇這一堆適當的病人 將血栓塞了的地方通回 而在通回的時候,腦細胞都不是嚴重破損的話 這樣就好了 血栓塞怎樣可以攪拌呢? 有些人說吃藥,是否要開手術,還是有些東西可以吃下去融掉? 這個也是隨著科技進步都在改變的 當時二、三十年前就說用一些藥 融山治療 融山治療,傳統地我們在靜脈打融山治療 分解這些血塊的激素 就要做一些敲素,運行全身,去到塞的位置 希望就淡化了它 所以這個也是講時間的 因為它運行都要有些時間 我們怕的就是如果它太久了,塞得太久 而你化解了這些血塊的話 反而還會流血 將一個缺烈性中風變成出烈性中風 這個不難想像的 你想像你家裡爆水喉 第一件事 大家懂得做的一家之主 當然是生種製 生種製,然後你去修補水喉 你突然間有一個不生性在那裏開 噴到你周身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確保 那裏的腦細胞是完整無缺的 不是說已經壞死了 我們貿貿然之間鬆解它 因為壞死了,它就變成流血性中風 所以黃金時間就是這樣 因為塞得越久,它壞的機會就是越來 所以不能夠,它昨天已經出現問題 你今天來到,有東西塞了,我跟它打 就不能夠這樣 所以初時傳統就是靜脈的溶山治療 這個有時間限制比較嚴重 然後科技上進步 不如我們用道館進去 去到塞的位置打溶山治療 都是用藥,這個已經是進取少少 我不要弄到你全身都要運行 直接去到那個位置 將我們的黃金期窗口擴闊少少 後來更加厲害的是 有些大血管,塞了大血塊 你打少少不行 於是我們用一些 所謂機械 真的用機械 設計進去拔走血塊 簡單一點,有很多方法試過 還有紅酒瓶,就是轉進去 將整個血塊拿出來 這是一整個方法 所以我們作為醫生 我們都很佩服工程師 設計用金屬的科學 你會想像我們在這裡拔走 那些血管可以在那裡上 喜歡就要去轉彎 喜歡回頭也行 然後轉進去 然後繞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設計已經拔走不起來了 但是近期,這幾年來說 一般的做法 就是索性用壓力 用適當的壓力抽出來 塞一些血塊出來 即是你放一條導管進去 去到那個位置 接著用力 用一些塞性 適當的塞性 然後就慢慢退出來 在做之前 做腰血管圖 看到這條命令是塞了 做完之後 全部通回了 三幾天出院 這是最好的成效 所以治療上真是突飛猛進 現在我們可以對付中風這個病的方法 比起我剛剛畢業的時候 真是天同地之鼻 以前真的只有一個網字 以前我們初初入行 我們做人老外科醫生 對付主要就是出血性中風 出血性中風的那些 真是爆血管的那些 我剛剛講了四分一的情況 問題是 研究也知道 如果血塊出來 是不是真的 個個血塊都要拿走 又未必 因為始終手術都有連帶的傷害 不是風險 爆血管之所以不好 就是爆血管那一刻 血一出來 就破壞了腦 好等同一個創傷 例如交通以外 有高空窄物 一打下去 腦就傷了 所以如果出血性中風 反而我們的概念 有少少不同 就是防止 因為血塊引起的 第二重的傷害 第二重的傷害是什麼 我們叫滾雪球效應 譬如假設是這麼大的範圍 血塊出來 但問題是這裡 立刻就變成一個 不應該有的物體 因為血塊 會頂住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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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如果你不再阻止這個 其實它越逼越緊 到旁邊這一邊 就不夠血了 人到它又腫了 於是又變成大了 這個所謂滾雪球效應 所以變成 如果血塊仍然持續大 在重要的位置 就變成我們要急於做手術 例如在腦幹附近 而有一個不大 但似乎仍然大 仍然流著的血塊 這就是我們最大理由 進去做手術 將它拿走 但其他地方很多時候 流出來之後 其實它停了 無論在臨場上 或者掃描上 我們知道它不再流血 我們傾向保守治療 保守治療的意思是 保持血壓 氧氣呼吸要暢順 確保其他地方是沒有問題的 血塊既然停了 讓它慢慢消化 它又不是很大 神智又不是很大的影響 我們就可以繼續觀察 所以這些是一部分的病人 就需要我們做手術 例如出血的中風 為什麼會出血呢 是否因為那些東西塞得太厲害 那些血液會浸上去 令到 爆血管的意思 普通人在爆的 壓力大 是不是 血壓高 真的 血壓高引起的出血 是最普遍的 通常我們看數目 都大概知道 很有趣 是那個位置 在腦中間 血塊上大 再問一問 有沒有人說你的血壓高 有些人會說 有 不過吃了一輪藥 不高 我就不吃 通常就是這樣的 血壓高 導致出血 出血性中風是最普遍的一種 因為流血 我們知道血壓高 我們要做的不是手術 未必是第一種手術 就是把血壓控制下來 不再高 然後再看看他有沒有其他東西 例如有時候連帶的關係 例如大家可能聽過三高的問題 三高就不一定偏偏欺負血壓 簡單 而是血壓高 然後糖尿又高 然後膽固醇又高 這三樣東西 為什麼三兄弟會這麼破壞性呢 就是三樣東西都是影響全身的血管 影響血管為主 有些血管窄的時候 亦都容易流血 這幾樣東西破壞血管 就是主要原因 就是這三樣東西 最普遍 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血壓會高 一個人 其實你想像 就是血管硬 硬 硬 就是彈性不好 你想像 如果我泵血液入血管 如果是軟的話 就這樣脹 壓力不會很高 怎樣保持血管軟 軟呢 軟就很難 硬的原因 就是正如血管迫出現問題 膽固醇是其中一樣東西 另外一件事就是血糖也是 因為血糖也破壞血管內壁 這些就形成血管迫 它又要修補 也有很多 我們西醫講 有很多發炎的作用在這裡 整體血管不是靚正的 而是厚粒粒 你想像裡面有很多細胞的積聚 那就是硬的 怎樣去預防這些 因為普通人聽見你這樣說 大件事 原來腦子控制這麼多地方 血又不夠養 那什麼可以做 做多些運動 還是飲食 休息 你剛剛一說 中風是年紀大 年輕 雖然這件事我也要矯正 寶寶仔也可以中風 寶寶仔也可以中風 絕對可以 所以我也要留意 某程的BB是否特別容易流血 但普遍的人 就是中風是年紀大 不關我事 其實不是的 很多時候 禍根 就是年輕的時候 飲食習慣不好 我記得我教授 我讀書的時候 真的在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 在解剖 在法醫那裏 看到一個外籍人士來的 特別告訴我 你看這條頸血管多差 外籍人士多噁心 我說沒有 他說 那時候 可能是種族的分別 其實我想在這方面 其實我們香港人也好 華人也好 已經急起直追 其實為什麼 是飲食 七零年代 或者那時候 大家沒有這麼富裕的時候 吃東西都比較傳統 鹹魚青菜 鹹魚青菜 沒錯 但是不是 大家懂得享受 吃得越來越好 我在不同的場合 每次都說 有很多人笑我 所有好吃的東西 都是沒有益的 是否真的 真的 你想像好吃的東西 是什麼 離不開 味道好 味道好裡面 當然是鹽份 要足夠 然後 你知脂肪其實是好吃的 牛油 你知道牛扒為什麼好吃 就是煎些油出來 雞扒為什麼好吃 就是拌著碟 都是雞油 油是非常好吃的 鹹的東西非常好吃 然後甜也好 你加鹹的時候 我不懂煮東西 但是鹹 只加鹽也不行 一定要加糖 於是整碟東西 就有了那些元素 當你很肥的時候 膽固醇一定會高 又甜又鹹 鹹 就血壓高有關 甜 就血糖有關 這幾樣東西 三劍合 如果你不提醒 不留意這件事 如是者的生活 二三十年 到你真的上了年多 四五十歲便來 任何中風的損害 就是當你發生的時候 你當時還在家裡 已經破壞了 去到醫院裡面 是否真的能救回這些 不是的 所以中風最後 其實是預防性治療 我們多厲害也好 我相信 無論科技怎樣也好 很厲害醫中風也好 但是一次中風 一定會損害一些腦細胞 很多人說 晚上睡覺 睡眠窒息 是否都會很影響腦 真的厲害 你提醒我 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亦都引起中風的因素 其中一件事 就是睡眠窒息 睡眠窒息 就是一個人在睡覺 睡到差不多 我就拿著枕頭 一會兒就按住你 按住你 發覺你呼吸不到氣 氧氣的成份減緊 於是你受不了 按住兩下 我便拿著枕頭 你便繼續睡 有兩個影響 第一 你知道我們睡覺 不是一下子 到最深層的睡眠 慢慢下 是 最能幫助我們 就是深層睡眠 如果一個睡眠 所謂八個小時 去到深層睡眠 計算了 可能都是兩三個小時 但已經很好 它是精神 已可以憂張 走不放到 睡覺 睡了八個小時 稍為一遍 沒有用 這可以第一行 做事沒有精神 第二,你不是真的法務那麼簡單,你真的缺氧 有時候,一般我們用劫手指,一般我和你,我們起碼交到八以上 但是,我們開始害怕,麻醉科開始害怕到九十三、九十二 已經害怕了,但是那個病人,他可能在睡覺到六十 基本上要警察,因為他沒有呼吸 我做一些睡眠測試,其實簡單就是病人去醫院睡一晚 然後量著養份,他呼吸,閉路電視,看他睡覺,腦電波 知道他睡眠去到哪層次,我永遠都記得一個例子 就是他一萬八個小時,有四百八十幾次,他是缺氧 你脫下一條鬚,基本上就是一分鐘一次,一分鐘窒息一次 最低是去到六十,很多時候只是八十幾徘徊 那這些睡眠一定不好,他上班的表現,一定不是他能力的 根本上,最不好的就是,當你這樣缺氧的時候,中風會增加的機會 就是三、四盆 最後想問你一件事,中了風,康復是很重要的 在這方面,你又做了很多工作 其實,家人或者醫護人員,怎樣幫助中了風的病人去康復呢 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都覺得自己頗厲害,醫護很多中風的人 但事實上,仍然有很多,要是他遲禮了,或者中風嚴重度是我們的能力以外 結果又怎樣?有一個位置,甚至是很大的位置,腦部受傷 這樣的話,他留了一個很大的創傷,坦白說,不能還原 沒有了,我剛才說,細胞也不會回來 所以,康復就是,我們要做到,將正如沒有受傷的腦,盡量補充的功能 這就叫做康復了,到最後,將病人推回去,越近他原先的工作崗位 就為之越好,你不是說他出院就叫做好 你要他做得到事,他要跟朋友交流才為好 這件事是困難的,因為醫管局,你應該記得 一張所謂急症的床,就是一個銀碼 但如果你說康復的床,只是一個百分之一 不知是三分之一,但我起床,那時候跟蘇利文 我跟他說,你錯了,你這樣的分錢方法 我們這些急症,我們跟他做十二個中學手術很大 很誇張,你說幾個醫生,但問題是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他的康復要多久,三個月,四個月,六個月,一年 每日幾多個治療員,有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言語治療 護士幾多個,病房幾多日,你算一下 你怎樣閒閒地,這裡已經蓋過了幾個中學手術 你這樣算是不行的 而我做完這個手術,我覺得很成功 但到頭來,他沒有康復,沒有人理 我剛剛講的治療員,有醫生跟他想各方面 但最重要的就是家 我覺得分別很大的就是,家裡有支援的人 跟母是分別很大的 好了,再進一步,病者自己 他鬥志好,不行,要搞得行 但另外一個,自怨自喊 我還有意思,我沒有意思 老公就餵他吃東西都好,他都不想吃 自己更加不會自己來 六個月後,仍然睡在處 這個就是自己 反過來,有些家人很疼他 幾個月後,什麼都跟他做完 穿三樓跟他扣,褲跟他做完 他自己完全不做 這個也是問題 過度照顧 他做不到,怎樣做的康復呢 家人說他起床就是頭暈的 不要起床 從來都沒有起床,幾個月沒有起床 突然起床當然頭暈 你做一步做一步 所以家人是重要,但有不同的康復 過程就要懂得取捨 多神,非常多謝你 我們真是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各位觀眾,記住多神說的東西 談笑容兵 下集再見 多謝